大家好,我是傅雅老师 今天我们点评一个网友的作品 是右边这张图片 这个网友叫穆欣 这张画里面的优点呢 就是他这个头发处理的都挺好 画面画得也比较松 一看就是画的时间也挺长了 对于做这些效果 表面上这些形体的微小的起伏 这种渐变呢 这种画的能力现在都有了 对基本形体的理解它都有 这个都是优点 那么我们现在先从光线上开始讲 那么这个光线下来之后呢 那我们就要考虑光线的秩序 对吧 考虑光线的秩序 从这个点贯穿下来 一直向这边贯穿 这个光线的一个秩序 光线的秩序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 如果光线从这边来的话呢 那你以这边为主 对吧 你这边是受光的东西为主 那你脸的这边的秩序 脸的这边的这个光线的秩序 这个区域里面和这边的区别 两边两侧的区别 光线下来之后 要主动处理两侧的区别 两侧的区别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画 这个光是这么下来的 对吧 它是顶光 偏那个 偏右一点 顶光 那你看现在 它这个光线的区别 就是这边的区域 和这边的区域 差别就比较大 差别比较大 那坐的时候呢 这两侧呢 就要做出一点 相应做出一点差别来 光线的这种 行轴轨迹 还有一个呢 就是从上到下的这种 这个亮度上的差别 额头上的这个点 这个眉弓上的这个区域 鼻子上的这个区域 甚至于这个区域 你从细小的说 这个区域 嘴上的这个区域 这些区域的亮度上的差异 不够 这些亮度差异不够 你这个嘴的这个区域 画得都太亮了 太亮了 鼻子靠前 嘴子靠后 我在上一个视频里面讲过 人是这样的 人是鼻子 然后过来上嘴唇 对吧 然后下嘴唇 然后这样的 那你现在这个光线 这么下来的 从上到下来的光线 那你这个区域里面 都要弱一点 它在前头 鼻子尖的前头 鼻子尖的前头 所以你这个光线的秩序 从上到下 是怎么安排你光线的这个秩序 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 你怎么安排 光线的秩序 这要安排 我们看一下这个 你看这个光线下来 是吧 这个光线下来 鼻子的区域 这边的区域 嘴的区域 整个光线下来 这么一个下来 然后左右的变化 左右的变化 右边和左边 这个变化 大家都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区别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就是 这个光线到底下了之后 这是刚才说的 是脸上的这块 区域上的这个 变化区别 光线走到底下 走到下面的时候 走到下面的时候 那这两侧的区别 这两侧的区别 脖子的亮度 这个上一个视频 我也讲过 脖子通常 大家画的时候 都会画亮了 脖子一般 就是头近胸 三个关系 一定要注意 头脖子 这脖子 插在这 这个胸 它是三个关系 头近胸三个关系 头是在前面 脖子是整个是在 在这个灰垫里面 胸的这个区域里面 是前和后的关系 从前面到后面的关系 就是这个意思 从前到后的关系 怎么考虑它 从前到后的关系 所以脖子这块区域 一定要注意 脖子的区域 一定要注意 它的亮度都太过了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 现在这个光线的东西 基本讲了一下 基本讲了一下 我们看一下 它的这个亮度 你看这个额头 额丘 鼻子尖的位置上 到嘴的位置上 到脖子上 你看 这就是节奏 对不对 这就是节奏 一个节奏下来 所以它的区别 是很明显 区别很明显 要控制好这个节奏 第二个 咱们讲一下 这个明暗系统 讲一下明暗系统 这个也是归在光这个事情里面讲 你看这个脸 这个系统 一个亮部系统 亮部系统 剩下是暗部系统 两边的 回的系统 它就概括的非常好 概括的非常好 那这个有一个啥用处呢 你看一下 你这个 这个画 这些细节 画得挺好 但是细节来讲呢 它在和这个整个明暗系统上 它没结合好 就是说 如果正常画的话 这些细节可以画 但是要再弱一点 让亮部保持完整 亮部要保持完整 暗部要保持统一 你看它的暗部 你看暗部很概括 是不是 很统一 在这个区域里面 暗部保持统一 暗部保持统一 亮部要保持完整 对不对 亮部保持完整 那你这个画里面 这个问题就出在哪儿的呢 就是整个这些细节 都画过了 明暗系统没分开 首先一个就是要明暗 明暗系统 明暗系统 这个要先建立起来 明暗系统 它这个就是 亮部就是亮部 暗部就是暗部 两个系统很明确 你的这个 亮部和暗部 差异化比较小 是不是 差异化比较小 所以啊 这个要把这个 亮部这个系统 亮部这个系统和暗部的系统 先要分开 先要分开 把它分开了 这是先讲的是光线的 光线的元素 咱们先讲到这儿 然后咱们讲一点结构上的东西 这个画里面呢 这些松的地方呢 画得挺好的 但是这个 结构上还是要注意 结构上要注意 你现在这个鼻子 这个整个的这个额头 这鼻子 嘴 这几块 这个这几条线要注意 你这条线的角度 要注意 这些线的角度 然后你像这个耳朵 这个耳朵是吧 两侧的 要对应的话 颧骨 你现在这个颧骨是这样的 这个颧骨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头部的细小的结构上有问题 细小的结构有问题 下额骨 下额脚 是吧 你这个下巴这个位置具体在哪 下额的具体在哪 下额脚在哪 下额脚在哪 下额脚 然后才是 从这开始才是底下的面 对不对 所以这块的位置 是和这边接上的 和这边接上的 这是一个结构上的问题 结构上的问题 要注意点 这个细小的结构 细小的结构 你现在看这个脸 实际上多少有一点变形 这个上面下来 到鼻子到嘴这块 实际上有点不太对 画的时候画跑了 画的时候又得画跑了 两个眼睛的眼神 两个眼睛的眼神 都要注意点 注意点 颧骨的对应关系 这边的颧骨的构造 和这边的颧骨的构造 两边怎么对应它 怎么对应它 你这条线是往上走的线 那你这条线也是往上走的 对不对 都是这样的关系 都是这样的关系 要这几条线 关系要对应上 这几条线 关系要对应上 然后重轴线的这个位置 重轴线的位置 眉心到嘴中缝的这个位置 细小的结构上这种东西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 这个是需要下次再注意的 耳头这边的耳头的结构 两侧耳头的对应的看 它的问题 这边的耳头和这边的耳头 这两个耳头 如果这么一放就有问题了 这脸就画歪了 嘴头角度和脸的角度 不在一条 不在一个面 所以要把这个基础结构先处理好 再做这些细节的东西 否则你这个细节的东西 拿不到分 拿不到分 它没有落在一个 应该落在这个位置上 看画呢 首先都看大关系 看大的结构 看大的关系 最后才是看这些细节的东西 所以细节的东西 不要掉进去 开始要把根基打好 然后再做这些细节的东西 你像这个眼睛的处理 这个眼睛处理 这边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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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主体 它是光线的一个主体的眼睛 这边呢 就是个次要的 那这两个眼睛之间要画出差别了 两个眼睛画出差别了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画 它的眼睛这块 这就是主体的眼睛 这就是概括的眼睛 所以有主次 主次 你这两个就太雷同了 太雷同了 是不是啊 鼻翼 鼻翼 上次我就说过这个问题 上次我说过这个 鼻翼 不要画太亮 你看这个两个鼻翼 鼻子结构是什么 你看这个鼻子 它是两侧 对不对 这是我们以前画东西 画方体 是这样的 对不对 它是这样的东西 所以这两侧 鼻翼都是在侧面 对不对 鼻翼都是在侧面 所以你这个鼻翼 就不应该是亮的 应该是灰的 然后再接着讲嘴的问题 嘴 你看啊 从这个角度下来 那嘴在这边 都是一个主角 这个地方 放松化 放松化 为什么呢 你这个嘴 它是个圆柱 对吧 这是个嘴 对不对 这是个嘴 那这嘴的中缝在这 是吧 嘴的中缝在这 上嘴唇 下嘴唇 对吧 那你这个点是圆点 这个点是近点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弧形了吗 一个圆柱吗 这是近点 这是圆点 所以这个点要放松 不要画那么硬 强调这一块 强调前面这个点 放松后面这个点 脖子 脖子 脖子这块都画得太过了 脖子这块都画太过了 刚才说的这个灰调子 这应该叫做灰调子 压进去 然后强调的是前面这块 前面这块 从前到后的这种 区别 那你要强调前面这两块 画出他们俩的差异 然后呢 这一块的区域里面 都要概括着画 概括着画 不要把它画这么跳 你这个一脸 整个这个区域 都画得太跳了 衣服上的这些亮度 衣服上的这些亮度 和脸上这个重合的 这种雷同的这种 太多了 对吧 都太多了 要把这些亮度差别开 故意区分开 是吧 头发的区域 脸的区域 然后衣服的区域 这三个区域要区分开 虚实的概念呢 可以 虚实主次 可以根据他这个来学一学 你看看他这边的主体的眼睛 刻画的就很认真 这边呢 就很概括 对不对 很概括 然后呢 都是强调主体侧的东西 主体侧的东西 暗幕里面都概括起来 都概括起来 掐住 所有的细节都在交界线上 所有的细节都在交界线上 把交界线处理好 衣服左右的区别 这条线的实的 这边是虚的 对吧 插在前 插在后面 实和虚的关系 对吧 整个从前到后的关系 对不对 从这边到这边 从这儿到这儿 对吧 脖子的整个的一个关系 一脸处理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处理 一脸上处理 这条线的这种应用 第一步是明暗系统 建立起来 结构 主斥 虚实 都想好 不要把画面画平均了 处处都到了 就等于处处都没到 要主斥虚实 是吧 把它都建立起来之后 你愿意画细节 适当的再往上加细节 基础还是挺好的 整个细节刻画能力都挺好的 就是要开始注意处理 注意画面中的处理 主次关系 要注意处理 注意结构 把结构弄好 说的差不多了 可以了 好 谢谢大家 然后这些细节目的细节目的上次 细节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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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目